美国众议院军委主席罗杰斯 昨天晚间率领这几年来阵容最大的议员团来到台湾 成员包括了9名跨党派的议员 今天总统蔡英文特别在府内接见他们 台湾作为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 不论在经济国防等领域 会持续跟美国携手合作 一起守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 我也期待等一下和各位深入交换意见 为台美寻求更紧密的合作发展 好这是近年规模最大的美国国会议员访问 除了敬见蔡英文总统也将要接受外交部长吴钊 感谢观看